欢迎来到小小炊烟 我们今天来做空气炸锅爆米花 这是空气炸锅三部曲的第三步 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啦 首先要选择专门做爆米花用的玉米粒 这种玉米粒爆开的成功率更高 不需要放太多玉米粒 玉米粒爆开之后的体积会变大很多 尤其是如果第一次做 先少放一些试一下 将玉米粒放入空气炸锅中 390华氏度10分钟 温度一定要高 否则玉米都糊了 但可能还没有爆开 空气炸锅运转过程中 大家可以明显听到玉米爆开的声音 当爆裂声从面积变到逐渐吸出的时候 就说明大部分的爆米花都已经爆好了 将爆好的爆米花抖一抖 让温度降下来 这样可以更加酥脆 现在这个爆米花就可以直接吃了 去原味的 如果你喜欢更加丰富的味道 可以试一下下面这种焦糖味道 平底锅热后放入四分之一杯的白砂糖 等糖的周围开始融化的时候 用锅铲不断翻拌 让糖受热均匀 这里一定不能偷懒 一不留神 糖就会糊 当糖全部融化 并且变成蛋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了 放入黄油 进一步的不断翻拌 糖自身的余温 就可以让糖的色泽进一步加深 并且让黄油融化 当黄油与糖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将原味的爆米花倒进锅里 接下来迅速翻拌 等爆米花都沾上焦糖之后 倒在一个大的盘子里 我用的是烤盘 上面垫了烘焙纸防粘 然后用锅铲将爆米花分开 这样等凉下来之后 就不会黏在一起了 凉下来之后的爆米花味道更加酥脆 跟电影院卖的爆米花味道一样 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帮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